尽管国际媒体对中国人权问题越来越关注 但是中共的钳制手段一日不减 但您来看到法国一家电视台日前拍摄西藏纪录片 反映藏人遭到中共高压统治的真实情况 却遭到中共当局跨国恫吓 要求电视台将影片下架 甚至还追到泰国威胁拍摄纪录片的法国记者 法国电视台形容中共恶劣行径有如黑社会追杀 法国电视记者在上个月潜入西藏拍摄纪录片《西藏7日》 独家报导当今西藏的真实面貌 法国记者佩恩走访西藏 指出当地古老文化正在彻底遭到破坏 在藏人心目中神圣无比的佛寺 正在被中共当局改建成大型的中央空调购物中心 同时把数以百计的居民赶出这个政治敏感地区 还留下来的藏人则是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佩恩指出西藏的现况甚至比08年北京奥运期间还要恶劣 回国受访时多次表示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非常令人震惊 佩恩拍下中共军警背着灭火器巡逻的画面 指出短短三年当地已经发生上百起藏人自焚事件 抗议中共压迫 不幸被言中西藏7日纪录片播出后 中共官员亲赴电视台要求影片下架 中共外交体系甚至追到泰国 威胁在当地采访的记者佩恩 法国24电视台形容 中共恶劣行径有如黑社会 也引发各界强烈谴责 五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指出 这种行为在中国无疑是一种常态 但在自由社会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你会回回吗 我并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再让我进入 我相信 佩恩表示自己持续遭到中共人士威胁 一天甚至没有办法睡超过一小时 目前法国外交单位也在密切关注当中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炫编译